撒谎的人他为了圆谎通常说很多话 试图用很多话来圆谎演示行动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季七峰会在日本广岛 在美国主持下在日本人的窜的下 七国一致表示要继续援助乌克兰 对啊泽连斯基不是去了吗 你看他一天一脸素杀没个笑模样 因为刚刚丢了关键一程啊 跟每个人都欠他八倍吊出来 一颗牙齿都没露出来 也应该牙齿一点不见白 牙根紧紧的咬着 泽连斯基是不好过 因为虽然泽连斯基在整个西方媒体的这种的宣传之下 大反攻大反攻 但泽连斯基自己知道什么大反攻是大扯淡 他知道大反攻是大谎言 他知道即使美国总统拜登答应F16可以给他 那也没有办法改变乌克兰对俄罗斯 无可奈何的这个实际态势 今天是2023年的5月23号我早晨起来 第一眼我就先看关于泽连斯基丢了那座城 泽连斯基承认没有 没承认 泽连斯基依然不承认 这城市真的丢了 我看美国媒体啊 法广啊 BBC啊 还在那替他遮掩 替他撒谎 这个如果大家结伴撒谎 一致撒谎 结果必然是结伴丢脸 一块丢脸 丢脸的不但是有总体的结果 而且有细节这两天乌克兰炸锅了 知道吗 乌克兰著名的城杆跳冠军 他是在乌军当中服役 就原来城杆跳冠军 基辅国家队的田径成员叫霍达科夫斯基 他在服役吗 这次阵亡了 哪阵亡的 巴赫姆特阵亡的 就是丢的这个城的名字叫巴赫姆特 霍达科夫斯基在保卫巴赫姆特的战役当中阵亡了 城也丢了 明星也死了 而且呢 达芬奇之长就是另外一个乌克兰特别有名的这么一个明星也死了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呢 霍达科夫斯基他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个狙击手 打得准嘛 身体条件特别好 他自己本来就是乌克兰的明星 现在战场又是明星 记者就报道他体育明星升起了战场明星 在这场战役当中陨落了 所以为什么泽林斯基的表 你看看这些表情 这哪像七八年的呀 这把六八年的五八年的 阴郁的不详 刻印在泽连斯基的脸上 以往这种事你当然可以营造悲情主题啊宣传啊 现在你打到这种程度打烂了乌克兰老百姓已经盲目了 我说另外一个战场明星就是在俄罗斯消灭巴赫姆特这个城里边的乌克兰精英部队达芬奇之狼的过程当中有个炮手叫尤利欧姆克尤利欧姆克也被打死了尤利欧姆克也很帅啊 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一直被当作优秀的炮手最优秀的炮手说打俄罗斯怎么打得准好了成丢了两个明星没了这些细节啊对泽连斯基来说都是一种刺痛 所以美国参议员叫布莱克昨天他呢以个人的名义首先承认说丢就丢了吧承认失败吧并且发表了感言这感言颇有历史沧桑感 他说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巴赫姆特这是俄罗斯军队二战以来在欧洲所赢得的最大的一场战役 泽连斯就掐死他的念头你是美国参议员呢我到现在我都不承认这城丢了你说这话 为了挽回这个推势啊泽连斯基他像一个非常倔强的打电油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他悄悄的选择了另外一个突破口换了个赛道 昨天上午啊就是5月22号的上午有一个巴士人的乌克兰特种部队 这么说不准确叫如乌克兰特种部队 其实是由俄罗斯自由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所组成的 他们乘坐两辆坦克一辆不战车还有十辆装甲车 从乌克兰境内方向突入距离俄乌边境5公里的 比尔格罗德州的格罗的地区 全世界媒体炸了说欢迎打入俄罗斯境内的 你嚷嚷吧媒体这事啊 我们因为美国方面西方的媒体宣传力量比较大 所以中国的媒体上很多都是乌克兰的声音 为什么叫如乌克兰特种部队啊 这个名字是我起的 因为这个名字和如夫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两支臭名昭著的纳粹小组织 受到泽连斯基精心栽培 关键时刻泽连斯基用他准备出骑兵啊 奏骑笑 关键时刻派用场 大家知道吗 这次这个如特种部队如果弄利索了的话 泽连斯基是到G7会上 那绝对露脸有面子了 因为在这个之前他已经计划干了一档的事 就是在分会之前 不是派这个无人机去炸这个克里姆林宫吗 说是要斩首这个普京 丢人呢 威胁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他最后不是炸毁了克里姆林宫上面那面棋子了 在一定程度上羞辱了俄罗斯 这次特种部队突进俄罗斯境内 虽然呢边境五公里 但是见走偏锋的 泽连斯基干这一家伙非常复合戏剧表演艺术家 出身的泽连斯基的性格和思路 你想那这边把克里姆林宫棋子给炸掉了 无辱性极强 这边的突入楼边境五公里特种部队 这集收视率怎么样 这剧情怎么样 反转吧 大反工作不到 搞点小花絮 噱头 然后去这个G7会议上亮相 泽连斯基想的很好 但是事情并非都像你想象那样 这个世界不是为你打造的 知道吗 离开剧本你擅自表演 谁让你这么干了 泽连斯基遭到美国当头棒喝 美国国业发言人叫马修米勒 第一时间表示 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乌克兰方面 我们不鼓励或者帮助乌克兰 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实行攻击 看看看看 美国急了吧 美国毫不掩饰 美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军事主观的角色 美国全被不容挑战 谁叫你改剧本啊 谁叫你组织特种部队进入俄罗斯境内 乌克兰这两支小股部队 然后进入俄罗斯境内 从军事上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他能够转移巴赫姆特失守的注意力 一个城市特别重要 关键城市巴赫姆特失守了 赵连斯基死要面子 要出骑兵 这次损失还是挺大 这次袭击打伤了八名居民 有三个私人房屋 还有把地区的行政大楼也给炸了 俄罗斯的总统行为秘书佩斯科夫说 乌克兰方面试图通过这种破坏行动 这种小股的破坏活动转移注意力 把20号那天就丢掉的巴赫姆特的控制权的政治影响降到最低 你再来看赵连斯基的照片脸色铁青 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那既然是美国大老板发脾气了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啊 乌克兰方面不得不马上来遮掩 乌克兰军情总军发言人叫约索夫 不得不出来掩饰 第一不是我们乌克兰特种兵干的 第二乌克兰已经组织不起来 特种兵干这种事了 第三我们是听话的 我们不准备在俄罗斯境内搞事情 第四是俄罗斯志愿军 是俄罗斯自由军团 他们自行歧视 他们不属于乌军的编制 第五说 这个这是俄罗斯人自己开展的 建立自由安全地带的行动 是为了保护和平的乌克兰人 第六请美国大老板务必相信我们 那是俄罗斯人自己的俄罗斯人 我在这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现象啊 这种现象就是撒谎的人呢 他为了圆谎 通常说很多话 试图用很多话来圆谎 掩饰行动 那就这种解释越充分 其实暴露的就越充分 这事就是泽连斯基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亲自领导 泽连斯基基斯到广岛一直没个笑模样 因为他王不算造坑啊 憋气又窝火 本来是奉旨反恶 在君臣同心呢 美国和这个乌克兰利益理解完全一致的时候 小木偶很开心啊 可以跳啊 跳跳得很开心啊 但是呢 木偶他有了自主意识 离开了剧本 准备自己绣上一段 自己嗨一段的时候 总是被敲打 这次敲打得比较厉害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那个木偶 你会开心 你当然也不开心啊 成丢了 还不敢承认 那你丑气味总得见公婆呀 怎么办呀 关于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病了 那希望您把您的想法告诉我 感谢收看 再见